一颗小小的药片摧毁了美国245年的基业打响新时代的鸭片战争 这颗药片叫做奥施康定 它是美国知名医药公司普渡公司的代表药品 而这枚小小的止痛片实际上具备极大的成瘾性 普渡公司将奥施康定当作自家的聚宝盆 也用这颗药片摧毁了美国基业 让无数人沦为瘾君子打响了一场属于美国的鸭片战争 那么奥施康定这种药片到底是怎么诞生 又如何成为美国的新时代鸭片 而经营这种药物的普渡公司又是什么来头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奥施康定这种止痛药 要说它是鸭片其实没有任何毛病 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因素中提取出来的鸭片类药物 它的主要成分为盐酸强烤铜 这个名字看起来比较陌生 但同样化归为鸭片类药物的 它的兄弟们 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那就是马菲与海洛因 虽然它们来自于因素中不同的成分 但大体效用都是类似的 主要用来控制中度或重度疼痛 但具有相当大的成瘾性 可笑的是 这三兄弟的发明 大都是为了控制上一种药物造成的成瘾性 马菲最早出现 在19世纪末期成为医生手中的常用药 在1900年左右造成了美国约30万人上瘾 最终美国政府出面禁止了马菲的销售 但已经上瘾的人 想要一下子戒断相当困难 于是这个时候海洛因登场 它是经过以鲜化处理的马菲 一点点剂量就能控制住疼痛 这也是很多医生认为 它无害的原因 反正剂量那么小 总不至于上瘾吧 事实就是 这玩意出现 美国社会上的瘾君子数量更多了 非但没有代替马菲 反倒成了更加可怕的洪水猛兽 因此到了1924年 美国再次禁止了这种药品的销售 这俩兄弟都被控制了 那没有特效的止痛要怎么办 1995年 普都公司又从英素的另一种活性成分 第八因获得灵感 制造了后俩的傲式康定 这种药物的成瘾性 比起两位大哥来说相对低一些 又加入了缓释剂 因此 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 这种药物的危害性相对较小 也就允许了这种药物的生产 那么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玩意拿来作为阵痛药的情况 远远比拿来作为瘾君子们的食粮的情况 要少得多 这玩意的生产量每年成百吨 致死率也相当高 这样可怕的结果 自然引起了美国公民与政府的关注 因此 关于奥施康定的投诉与索赔案件 其实从本世纪初开始就连绵不绝 2002年开始 美国联邦调查官开始深入调查 普渡公司的情况 但只过了一年 普渡公司就完成了翻盘 他们拿出大量的金钱收买官员 医生和法官 以制造出奥施康定无害的假象 即使奥施康定的致死率一直在稳步增长 在交出几个公司高管后 普渡公司安全脱离这场风暴 奥施康定也继续售卖 到了2017年 奥施康定的销售额超过310亿美元 截至2021年 已有25万美国人死于奥施康定服用过量 那么这种药片 到底是怎么成为一个公司的摇钱术的 普渡公司有哪里来这么大能量呢 一颗小小的药片 却让美国无数人陷入毒瘾 引发美国的新时代鸦片战争 这种叫做奥施康定的鸦片类药物 对美国的影响大到无法想象 却依然在美国横行20多年 造成大量美国人死亡 而其背后的普渡公司 不仅屡次逃脱法律制裁 还不断靠这种药物获利 那么普渡公司到底有什么背景 能够做到这样逍遥法外 这家公司有着怎样的起源呢 1913年 亚瑟 萨克勒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 此时恰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 各类医药与科技的发展极为迅速 因此在环境的影响下 亚瑟选择进入大学学习医学 但毕业之后的亚瑟 所做的工作却并非医生 而是在广告公司做医药广告 不得不说 亚瑟在广告方面是个奇才 当时的医药广告瞄准的客户群体都是患者 而亚瑟则另辟蹊径地盯上了医生 毕竟在他看来 医生才是选择药物的主体 而患者们也都是医生开什么就吃什么 就这样 亚瑟在医疗广告界混得风生水起 帮助美国的医药巨头瑞辉公司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销售团队 成功为瑞辉打造了多款畅销药品 有了自己的积累后 亚瑟就不愿意再为其他人服务了 他拉上了自己的两个同样学了医的弟弟 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1952年 萨克勒三兄弟在纽约曼哈顿收购了一家老药厂 就这样开始打造起三人的药品商业帝国 但萨克勒三兄弟的公司 与其他药品公司走的路数并不一样 不是先研究 在制造售卖最终站稳脚跟 有着丰富营销经验的亚瑟 一边让公司生产一些常见药品来盈利 一边狠狠砸钱 资助各种公益机构 寻找专家给自己背书 甚至自己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医疗报纸 医学论谈报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全国谁能不知道亚瑟家的药质量好 又便宜 那么多专家吹嘘他家 他家怎么会有假呢 就这样 三兄弟的药厂摇身一变 成为了美国范围内有名有姓的医药公司 但只是靠营销 没有拳头产品 这公司也难以持久经营 于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奥士康定横空出世 成为了普渡公司的核心产品 也是最大的一棵摇钱树 有了这种药物后 普渡公司在营销方面花的钱更多了 根据亚瑟自己所说 普渡投入药品推广的资金 只有20%左右 实实在在用于品牌宣传 剩下的资金 其实都用来教育医生了 普渡公司的行为逐渐扩大到了全部医药公司上 也让医药代表成为了风潮 有了钱以后 三兄弟开始扩大自己的家族影响力 不断在艺术 政治等领域砸钱 这让整个家族 承载多个领域都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 也在后来普渡公司面对官司时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至此为止 萨克勒三兄弟 把萨克勒这个姓氏 从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 变为了全美都记住了的大家族 那么如此大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真的就对普渡公司毫无办法吗 现如今的普渡公司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颗小小的药片 却让美国无数人无法自拔 甚至引发了美国新时代鸦片战争 普渡公司从成立之初 就走的是营销大鱼产品的路线 靠着奥施康定这种阿片类止痛药 普渡公司获利无数 却屡次靠着金钱与关系逃脱处罚 那么美国政府是真的对普渡公司没法下手吗 普渡公司的最终结果又是怎么样的 其实从1995年 奥施康定被大规模推广开来后 这种药物的不良报告就没有停止过 许多人因为这种止痛片最终药物成瘾 是个人都意识到 自己一天一把把的吃止痛片不正常了 在揭露奥施康定黑暗的纪录片《药剂师》当中 记者在进行调查后发现 这种药物的滥用程度相当可怕 一位叫做克莱格特的医生 开出的处方极多 每个处方开出的药片大约都在100片网上 而大家仅仅跑了十家药房 就发现克莱格特开出了大约18万片的奥施康定 经过推算 这位医生一年内的处方量可能达到上百万 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据 使用奥施康定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瘾君子 甚至包括了出高中的学生 而这位医生 只是在美国一个普通小镇上工作 可想而知 全没有多少医生在受了普渡公司的贿赂后 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就像之前说的 即使是如此可怕的情况 普渡公司依然利用自己在政商界与医药界的权利 利用大量的金钱公事 买通了许多官员与医生 将自己从这个案件中摘了出去 可是随着媒体的逐渐发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奥施康定并非是一种止痛的良药 而是可怕的魔鬼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 抗议普渡公司 这样的情况是 普渡公司也没想到的 在汹涌的民意下 美国政府不得不再度开始对普渡公司进行调查 这一次的调查是喜人的 或许是因为这种药物对社会的影响过于恶劣 美国政府面对普渡公司的贿赂 也不敢再一次逊私往返 2019年 普渡公司最终承认三项刑事指控 包括在美国国内 蓄谋诈骗美国政府 违反美国联邦返回扣法 以及无视其系统发出的危险信号 向美国基督署 DIAR报告 以增加制造配额 这三项指控 让普渡公司面临着3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 以及20亿美元的刑事资金没收 还需要支付28亿美元的民事调解费用 虽然经此一役 普渡公司最终宣布了破产 但有人发现 普渡公司其实早早就开始转移资产 因此要说对萨克勒家族有多大影响 可能并不尽然 作为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却因为腐败而导致一颗小小的药丸 肆虐全美界20多年 而即使控制了奥施康定 普渡集团也就此倒闭 美国的毒品风潮依然没能结束 还有无数人沦陷在其他的毒品 与成瘾性药品中无法自拔 这场从美国内部诞生的 新时代的鸦片战争 恐怕在资本的操纵下 永远都无法迎来结束的那一天